洪永成和梁樂宜 在今年7月正式拉上天窗 兼在婚禮當日宣布雙喜淋悶 大家都等他們很開心 但是Tony最近工作沒有停手 除了要忙著為劇集 凶宅清潔師做後期之外 接下來又要為新劇 發正先鋒不開工 不過他已經預早和劇組 請了兩個星期假 陪太太三B 這天他出席活動時 都有分享太太的駝B情況 現在有什麼時候會出生嗎 暫時應該是年尾 聖誕節的時候 一切都很順利 所以他很健康 我也很健康 情緒很好 所以大家很健康 所以是很好的很開心的這件事 但有沒有你這段期間開始 不讓太太那麼粗勞 可能運動那些事務都不給 其實很難阻止 他本身動開 就算我叫他跑步 叫他不要跑 或者少點出去 休息一下 他說留家做什麼 而且他跑步 的確對身體 和對寶寶都有好處 這個醫生很多都建議 只要慢步 適合自己的姿勢就行了 所以沒有 我阻止不了他 我把餅子都藏起來 因為他一坐在沙發 就很容易吃很多 因為他近期就脹了一點 對 他清掉所有糖分的東西 就不太健康了 除了要照顧好太太的健康之外 Tony當然還要多看育嬰資訊 做足準備迎接寶寶的來臨 其實很多身邊的朋友 都給我很多嬰兒的書 或者怎樣去 你做會事有沒有學 我有照顧過BB 剛剛出生的BB 你12月底有空幫幫幫 我可以的 陪月 我隨時可以的 我先跳過 有情假 有情假 有情假貴一點 陪月很貴 然後現在就惡保 在看一些書 所有片 Message 希望可以做一個 十項全能的爸爸 可以減輕我老婆的負擔 無線之心監製兼 非戲劇製作經理 魏細輝於9月17日 突然心臟病化出世 輝哥入行40年 負責過不少節目 在圈中人緣甚好 說起輝哥的黎世 Tony都覺得很怨識 其實沒有聽過他有病 突然間一早上的Message 很多人留言 也都很眼濕濕地去留言 也都很可惜 我自己個人 就參加過他很多節目 但跟他聊天 或者的時間 就不是太多 但是在所有同事的口中 其實他是一個好人 很熱心 很喜歡他自己在做的 事的一個經理 或者一個同事 所以很可惜他走了之後 我相信很難 不會有其他人 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他的職務 真的有點難 這一日同場的 還有陳晶兒和麥大力 難得來到大學出席活動 都令他們想起 不少學生年代的回憶 不過學習又不是學生的專利 好像Derek最近就很努力 學廣東話了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給自己 但是我現在 試一下 要用多些廣東話來講 逼自己 不讓我自己用英文來講 是否很難 見到我 在旁邊 即現在要給自己 每一個句子裡面 一個英文的符號都不用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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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實際上 是很大的挑戰 但 你不是說廣東話 我現在不是說廣東話 不是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 都要給自己 學 和進步 現在是否在學武打 對 因為最近看了上戲 看到陳伯拉和梁朝 有一段 就是打武術的片段 我覺得很帥 我自己都很喜歡運動 很喜歡Wake Surf 打Boxing 這些運動 這些運動都試過 不如試一下武術 可能之後有用 而且都覺得是帥的 所以就學了兩個星期